大家好,我是Aura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是我自己的一款Cloy的包包 是这一款 那这一款呢 今天就是要跟大家介绍的 首先要介绍是它的皮质 这边呢是脊皮 然后下面是牛皮 所以上面这个位置 其实你看摸上去 如果就是这样摸上去 你看就这边就会有一些痕迹在那里 所以说有时候如果要背出去的时候呢 这边就要慢慢把它给捋顺了 然后脊皮比较难打理 所以我买的时候 我朋友是跟我说 就是就千万要当心 特别是颜色淡一点的话 你更要注意就是 不要背什么东西 就比如说圆柱笔划的哦 等等的 那这一款呢 还有其他颜色 比如它有一个比较偏深红色的 然后还有灰色米色黑色等等 那我这一款呢是蓝色 它的官网显示的颜色叫做Cloudy Blue 然后我看网上大家称它是雾霾 称它是雾霾蓝 那这边打开 就它背面这里也是有一点点 这边是麂皮 然后下面是牛皮 然后翻过来这边 你看打开 它就是麂皮跟牛皮的混搭 那这边是麂皮 里面又是牛皮 打开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边是一个小的磁铁 这里也是一个圆扣 就是整体看上去 这一款就是搭配的 就看上去就比较复古大方 那一打开呢 我其实之前我买包包 我很拒绝说是有这种扣扣的 因为以前买过这种搭扣的包 但是每一次你知道 就是比如说你超市买东西啊 或什么负账的时候 你要拿钱包嘛 那拿完之后每次扣 我都要就是自己要用眼力劲去看 它要对准那个扣 扣搭上了才放心 不然就是有时候走走路 那个包那个搭扣就突然松掉 或是没有扣好的话 那东西会掉出来吗 但这一款就完全不用担心 它你看这样子 大家有听到这个声音吗 就它你只要放进 就是你只要把这一面线下来 它这个搭扣自己就能找到那个位置 就是完全就是扣搭的很完美 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心 就是说你盖上那一刹那 它会可能就是没有扣好啊 就是左右合不上啊等等 就完全不用担心 所以就是让我对这种搭扣的包包 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 因为以前就是很避免买这种 就宁愿买拉链 我都不会去买这种搭扣的 那打开呢 它你看它侧面是有风情包的那种设计 这样子的 所以是两格这边一格这边放东西 打开呢里面也是几皮的设计 那等一下会把我的东西拿出来 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里面的容量是可以放多少东西 那你看这边也是 都是几皮 所以大家放东西的时候就千万当心 因为我有习惯是凭 就是随身带一本小本子 就寄东西嘛 那也会带一支笔 但是现在带笔的话 我就会比较当心 因为我很怕滑到里面的几皮 那这边 这边就是放两层的东西 然后这边是有一个拉链 内置的 你们可以放一些重要的东西 那买这个包的时候呢 我觉得它可以装很多 就像你们看了 它是能装 但是就是有一个问题 你们看这里面的东西都是 我都是散着放 就是为什么呢 就是平时我背包包 就是化妆包 我一定是拿一个这样子大的包 但是因为它设计的关系 这个完全就是没有办法融入进去了 所以说我必须把我自己 就是随身要带的 比如说口红 润唇膏 还有那些什么粉底液 粉铺等等 都是要分开放进去的 还有呢 就是说有时候你放东西 你要就是把它 就是完完全全的 就是一个一个放好 不能说像有一种大包一样 随便往里面扔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次我放了很多东西 你知道吗 然后盖不起来了 就是因为它说是这个 这边可以敞开 你看可以变那么大的容量 但是东西一旦放多了 它这边呢 就是完全扣不起来了 呈现于这样的一个趋势 所以说 是挺能放很多东西的 但是大家要把它捋捋顺了 然后它的空间还是属于有限的 那还有呢 就是说放东西 就是边边角角 比如说护手霜这一些 都要放好 不然呢 你就会看到这边 会突然 碰出来一个东西 你看 能看到 这边 待会儿盯着这边看 能看到有个东西鼓出来吗 就是有时候我放粉底液啊 或什么放气垫底 这些东西如果是我没有把它 捋顺了 可能随便一扔 它这边就有一个角 会这样凸出来你看 那我觉得这样就挺丑的 所以说 这不算是什么缺点啦 就是可能我太挑剔 我就觉得 就是意见就是 大家放东西把它给捋顺了 那给你们看一下 我包包里面可以放多少东西 你看现在还没有完全放满的情况 可以放钱包 还有随身带的小笔记 另外呢就是我的化妆品 那其实平时我就是淡妆嘛 不像现在做视频会化整脸的妆 我化妆品呢 最近用的就是雪花秀的气垫BB 还有这一款 Innes Free他们家的这个粉 这个粉我没有做过视频 但是非常非常好用 我刚开始用 是我朋友推荐我的 非常好控油 而且用完之 它是白色的 但是你的脸上不会显白 非常非常好控油 用完之后你的脸上都不会显得 就脸上都不会显得很油腻的感觉 那还有呢 一包纸巾 还有我的零钱包 还有就是口红跟润唇膏 我是没有 我是没有润唇膏会死的那种人 你知道吗 就是嘴唇特别特别干 口红跟润唇膏 那这个是By Beauty他们家的润唇膏 说是真就是孕妇就是完全可以用的 就是没有任何防腐剂 那我买了一套 我之后做视频的时候再跟大家说好了 然后这一支呢是曼秀雷敦的润唇膏 非常非常非常好用 是我用到现在的润唇膏中 数一数二的 很润很润这一支 还有钥匙 啊护手双刚刚说过了 还有就是一串钥匙 基本上就这样 那空了 所以它打开 大家能看到就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说你看它其实能撑很大 我买的时候 我朋友跟我说里面 你看都可以把它撑大的放 但是其实这是我们想象的而已 现在实际上它是不太实际的 因为你把这边放大了 我刚刚跟大家提过 这边就没有办法把它给关起来了 但是 但是呢 它自 但是因为它自重的关系 所以你包包不会放很多东西 因为放很多东西真的是很重 它这边呢 肩带是可以调 这边肩带是可以调节的 我是 它这边下面还有一格 我是扣到第二第三格嘛 那我身高是一米七二 大家可以根据你们的身高来调节它的长度 另外呢 它外 我刚忘记说它外观是梯形的 然后它 其实这个包 跟其有一些包相比 它其实是属于一个自重挺重的了 我里面现在什么东西都没有 是空的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重 可能很多人是觉得说OK的 但是因为我肩膀受过伤嘛 之前就是留学生的 打工的时候受过伤 所以说我肩膀这边就是落下了 就永远不会好的一个毛病 所以挺疼的 所以我背包包 不是特别能背很久 所以我背双肩包 背的比较多 像这种单肩的 我会控制它 一个是自重 一个是它里面放的东西 那对于我来说 这个包 我背不了太多时间 就是如果我出门的时候 开车的话OK 因为你可以往车上随便一扔 对不对 但如果我出门的话 背不了多久 我就会觉得肩膀开始疼了 那我觉得 应该大多数人没有我这个问题 其实很多人如果 大家健康一点 肩膀是没有我这种毛病的话 其实应该是OK 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那我现在就是 把包包背起来 给大家看一下 这款包包背起来 是什么样子的 好 那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包包背起来的 一个整体的效果 把镜头拉下面一点 给你们看 就是这样子的 就这款包包看上去是 比较休闲 然后看上去非常大方 那我第一眼看中它的时候 我觉得它特别特别有气质 所以我就买了 是不是能看到我的肚子了 六个月了 但是还好吧 没有 好像没有特别大 对 那 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 其实你们看侧面 我已经把东西放进去了 就是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 你看 这样就还好 就是风情包的设计 都没有飞 都没有说很古 好 好 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子 今天主要跟大家介绍的呢 是Crui的这一款包包 然后主要就是讲了它的一些材质 包括它的容量 那这个就是脊皮跟牛皮的组合 唯一的一点点小缺点 就是它的自重 还是有一点重的啦 但是 另外还有就是它的肩带特别细 那 网上是说 就是这是他们家一款特色 因为去年很多大牌包包 他们出的包都是说 肩带特别粗 然后包包特别小嘛 那这一款呢 就属于包包特别大 然后肩带特别细 它就是想做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 那因为我刚刚也说过 我肩膀受过伤 所以我没有办法说 背太重的东西 另外它因为肩带细嘛 就是这边更累得 我有一点疼 但是 我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下来这个包 因为我真的是很喜欢 那我觉得其实这都不是什么问题 只要你喜欢 我觉得这种东西都是你个人的喜好 如果你喜欢的话 其实这个包包是值得一买的 然后 自重的问题 我可以慢慢自己解决 反正东西放少一点就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啦 希望大家喜欢 我是Aura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